接下來我們來看圓線圈的應用問題 他說兩個單扎線圈 它的半徑都是2π公分 兩者圓芯從合但是圈面互相垂直如2所示 現在I1是3A,I2是4A 問你說中心處它的磁場量值到底是多少 那假設I1電腦是這樣繞,I2電腦是這樣繞 這樣繞也許比較沒有感覺 所以我們加一個坐標軸進去 假設這個是X軸這個是Y軸是Z軸 所以現在I1是沿著YZ平面繞 I2是沿著XY平面繞 不曉得各位是不是有一點點立體感 現在如果你要算怎麼樣 算1號導線I1所產生的磁場 1的電腦這樣繞,方向向哪裡呢? 這個要考大家一點空間概念 1號電腦這樣繞,方向往X 所以B1其實是BX 2號電流是這樣繞 那磁場的方向是往怎麼樣? 往Z方向 所以B2的方向是往BZ 所以我們這樣寫B1叫做BX 它叫做2R分之μ0乘以3 注意喔 圓線圈中心處它的磁場叫做2R分之μ0I 如果是無線長指導線的話 是2πR分之μ0I 那他們插一個π寫的時候注意 所以1號它的電流 它的方向向X方向 它的大小是2R分之μ0乘以3 那2號它的怎麼樣? 它的磁場方向是往Z方向 大小是2R分之μ0乘以4 因為兩個是互相垂直 一個往X一個往Z 所以核磁場的話 就要把兩個平方相加開根號 好,那我剛剛故意這個R呢 這個先不帶進去 μ0不帶進去 因為3、4斜邊就是多少? 就是5嘛 好,在這裡我把它帶進去 那寫的時候你要注意 前面題目告訴我們說 它的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2π公分 原則上我們算 盡量用標準單位去算 尤其在算磁場的時候 所以我這裡寫2π乘上10的-2 換公尺 2R μ0是4π乘以10的-7 好,那我說過 在學校考試之前 可能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聯考他會給你 好,4π乘上10的-7乘上5 各位,那剛好2乘以2π 跟這個4π對銷 所以數字的部分是5 我們前面講過一次專心算數字 一次專心算怎麼樣 算符號 數字的部分是5 10的-2 10的-7 那乘起來就是10的-5次方 我們用標準單位算 算出來就是標準單位 就是特斯拉 好,就是特斯拉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磁場的大小 把它算出來 所以考大家一點點小小的 空間中的概念 等一下再講以上呢 自己做一次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變化題 如果現在有三個單紮線圈 彼此互相垂直呢 他說有三個單紮線圈 半徑分別是2π公分 那三者原心從合 而且圈面的互相垂直 那I1是3安培 I2是4安培 I3是5安培 其中心處磁場量值到底有多少 在剛剛的I1 I2呢再多一個叫I3 好,在XZ平面上繞的這個I3 好,那我們這樣看 那剛剛呢如果是I1的話 它的方向是往X I2的話呢電流這樣繞 方向是往Z 那I3呢 I3如果這樣繞的話 方向是往怎麼樣 往Y B3是往怎麼樣 往Y 所以一個往X 一個往Y 一個往Z 所以呢它的磁場就變成是 空間中的B式定理 然後把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開根號 所以如果是三渣的話呢 那就要把B1平方 加B2平方 加B3平方 開根號把它帶進去 好,那數字的演算 我們就不再算給大家看了 那這裡 這個B3呢 就是BY 是2R分之μ0乘上它的大小是5 那其實呢 如果這個是5的話 那空間中的B式定理 因為剛剛呢 V1、V2的核磁場也是5 所以其實呢 它的答案就變成5 5對不對 那就是5根號2 乘上10的負磁方 標準單位就是多少 就是特斯拉 所以這個要考大家怎麼樣 考大家空間中的概念 我說 你要會算大小 也要會比方向 所以兩個題目呢 基本小小熱身一下 等一下再講以上 我希望你自己 實際的去做一次